告诉我你们是不是看标题点进来的 哈喽我是九九 所以呢今天想要分享神怎么教我让我去保守我的心 箴言第四章的23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 保守我们的心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个就听起来好抽象啊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年轻人 可能有些牧师会讲说你们要去小心你们在网上看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最好不要去过度在网上冲浪呀 到这里你们可能就会想了 为什么我每天都按时祷告又按时读经 而且还去参加聚会 我平时娱乐娱乐在网上看一看新闻不可以吗 为什么还要说这个就不是在保守我的心了呢 那我今天呢就想分享分享 关于神是怎么在这件事情上让我学会我自己要学的lesson的 那我之前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追星女孩 追过星的女孩应该都知道 就是提起名字就要尖叫 哇就看演唱会就能激动到哭那种 而且房间里贴的全都是他们的海报 那下载他们的照片啊就手机相册里 那就不是那种上千了就快要上万的那种 而且我当时追星也是追到了极致 我就是从外网上颁那种他们的实时资料啊 然后发到QQ空间里就特别特别多的人转发啊什么的 就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小粉丛 我当时是真的是对神的印象和了解 就只停留在周天去教会 而且我去教会也不停到 就是拿着手机刷 然后就是睡觉 青少年时期大家都是这样吧 中的时候嘛就是十四五岁 然后一个人来美国 也不习惯 谁也不认识 很孤独啊 很无助 实在不行了 就只能跟神祷告啊 那神真的很安待我 我每次跟他祷告 他就都能够很神奇的让我能够心情平复下来 让我觉得很很安全 就哭的时候就是听赞美诗睡着的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跟神的一个蜜月期吧 就好享受啊 就每天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美好 但是呢好景不长 就很快我就发现了我跟神的关系中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阻碍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喜欢看各种那种电视剧 就像看那种偶像剧啊 就是我就会发现 就是跟耶稣去祷告的时候 我脑海里出现的画面竟然是我昨天晚上看电视剧的男主角 哇那个时候对我冲击真的还蛮大的 我就觉得 哇神啊 这个这个这个有点 这有点可怕 我会把耶稣去想成那个电视剧的那个男主了吧 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神进入到一个那种很亲密的关系里了 但是我就意识到那个我喜欢的那个男明星的脸 他就是一直从我的脑海中就挥之不去 我只要想到我跟耶稣 我就能想到他 我就觉得这这这真的是不可以啊 我就觉得这感觉他就像一个第三者一样就插进来了 我就想到圣经上说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就他是一个jealous god 他对我们的爱是独一的 他也希望我们对他的爱也是一个专一的是独一的 就我喜欢各种那种idol啊 就是平时在网上搜他们的信息啊 然后下他们的海报 为他们花吃 为他们心动 比起耶稣 他们更能够让我激动 更能够让我心动 那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他们就已经取代了神在我心中那个 独一的位置 我当时就真的是很很不愿意 我也觉得很恐慌 我就开始说主要我不想把他看作我的主 就是主要我已经下定决心 我要去追求你 并且去认认真真的 一心一意的去追求你 那求你能够帮助我 让我能够去单单的去爱你 他呢就给了我三个感动 那这三个感动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对我挑战大 第一个感动呢 就是让我删掉我手机里所有关于 男明星的照片 比如说我手机有五千张照片 那我四千张都是关于那个明星的 可能你现在心里在想 什么 结果就只是追求神 我把他放到我手机 我又不是对他怎样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现在是很庆幸 我当时顺服了 就是我也把那些照片都给删掉了 我接下来会给你们讲 为什么我很庆幸 耶稣给我的第二个感动呢 就是要让我卸掉微博 我当时可是个网上冲浪打小达人 我感觉我刷手机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刷微博 当时就跟神说 主啊 这个 这没必要吧 我就 我就不看那么多了嘛 有时候他只就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就这样子一直去问我 然后他说好吧好吧 我就觉得我要顺服 不是那么容易卸掉的 就是卸掉以后可能过了两三天 又想又想重新下载下来 然后呢 下来下来看了一会儿 然后觉得不行 我还是要卸掉他 后来呢我就发现 哎没有微博 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 就不只是说可以花更多时间 能够腾出来去追求神 我自己的心情 不会在随着世界上的这种新闻啊 这种网上的这些舆论所改变的 读圣经的时候也不会脑海里 总是出来这种微博上热搜的瓜呀 自从我卸掉微博以后 这些都不是我的问题了 就我就发现我能够更单纯 更安静的在神面前 也更深的能够进入到他的同在里 但是呢 这还没有完 神很快呢 就给了我第三个感动 就是要让我戒掉电视剧 哇 这真的对我来说就是酷刑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爱看电视剧 我很大的娱乐活动都是在看电视剧 但是呢 自从微博这件事情以后 我是真是体会到了就是心思意念不被外界影响 就单单在神面前就是享受神完全的那种滋养的那种甘甜和喜乐 不管我做任何的娱乐都没有办法去享受到的这种EIP的待遇 戒掉电视剧以后对我最大的转变呢 就是我对待人和事的态度 不会再随着电视剧所传达的一个观念影响了 其实大到价值观 小到我们每天的心情 我们的情绪 都是取决于我们当天或者说日积月累所接受到的信息的 娱乐媒体所传递的很多价值观呢 都是跟神所相违背的 而且呢 它会摇摆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 每段时期的潮流啊 其实都是在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的 比如说我们想买什么东西啊 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对美和丑的定义 其实都是被网上这种潮流所影响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分辨 我们很容易就是一股脑的沉浸在这种世界上所传递的价值观和心情 比如说之前这种玛丽苏电视剧啊 还有那种鸡汤 让每个女生都会幻想说有一个又干净明朗 穿着白衬衫出淤泥而不染的男生 会不顾世界的反对 还要继续的宠你爱你 现在的丧文化其实也是这样 就开始转发不是鸡汤了而是毒鸡汤 就各种毁三观的爆料 就不自觉的会让人就对生活没有什么盼望 就觉得哎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没有人可以靠得住 所以我只能靠自己 所以你长时间在这种丧文化的影响下 你每天心情怎么会好 就会变得越来越孤儿 然后比如说有些人说 他们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你的事情 为什么心理上说他们是在犯罪啊 爱钱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生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还有那种只要是爱我们都应该包容 对那种女生打击很大的句子 比如说要么瘦要么死 这种之类的 它不就是在打击女生的自信心吗 当我们日积月累在这种观念下生活的 你怎么能够保证你自己不被摇摆 不被改变 更重要以及更可怕的是呢 这些消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甚至会拦阻神在我们身上进一步的做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 就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不想灵修 刷下手机跟别人聊聊天 就很难再放下手机去安静了 而且就是就算放下手机 有时候灵修的时候满脑子想的 都是当天早上你刷到的那些新闻 其实灵修啊 就像往我们的脑子里装一个过滤网一样 如果说你灵修完再去看一些新闻 你就更容易从神的角度去解读它 你的心情呢 也不会那么容易被这种网上的这种舆论所影响 你也不会那样子一味的就接受网上 与某件事情的评价 自从我那三次被神挑战了以后呢 我自己也自觉了很多 也乖了很多 当我一意识到有一个事情 有一个东西它在牵引我 让我就是很容易被它左右的时候 我就会去给自己设立一些界限和规则 就是去避免它 就比如说灵修这件事情 有段时间就会早上起来 直接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然后我就先灵修完 我再去打开手机去看微信啊 看各种消息 再或者呢 就是我会定时定点的看朋友圈 或者说晚上某时间以后 我就不会再看手机这一类的这种规则 我都给自己设过 但其实当这些东西不再限制我的时候呢 我也是会把这些规则拿掉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 我还是会去看电视剧啊 看电影啊 然后什么刷刷手机啊 看看时事新闻 我觉得我们做这一切的前提 都一定是要先扪心自问 并且要问问神 就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影响我们跟你的关系 那我有没有因着这些东西 没有把你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 其实啊 我想到要分享这个主题 也是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这些事情有了一些挣扎 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生活 都是在胜过 然后又跌倒 然后又胜过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就鼓励大家 跟我一起 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灵命阶段 然后以及现在的现状 也稍微定一些小小的规则 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 守住一个清新等候的心 一定要珍惜神对我们的恩典 不要倚仗着神爱我们 然后我们就去试探神 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跌倒的环境里 其实真言书上也说 通达人步步谨慎 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 努力的保守我们的心 更多的享受在他的爱和同在里 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 拜拜